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爱的教育,亚米奇斯,铁匠的儿子 斯黛蒂是我很佩服的一个人 而说到破莱可西,我就不仅仅是佩服他那样简单了 破莱可西就是那个铁匠的儿子 他又瘦又小,总是一副担惊受怕的样子 目光温和而又悲伤 他身体不好,时常生病 但是他从来都不会因为生病而落下任何一门功课 是一个刻苦勤奋的孩子 破莱可西的父亲是个酒鬼 每当他喝完酒回到家里 总是揪起破莱可西一顿暴打 或者就拿起破莱可西的文具、书本四处乱扔 于是,破莱可西脸上总是轻一块紫一块的 每当看见破莱可西鼻青脸肿的来上学的时候 我们就会问他是怎么回事 他总是找各种理由来搪塞 说是自己走路不小心摔倒了 或者是和别的同学玩游戏打伤的 可是,我们心里都清楚得很 那一定是破莱可西的父亲喝醉了酒 回家打他留下的伤痕 破莱可西就住在我们家楼上的阁楼里 开门的老太太把他家的事情都告诉了我的母亲 有一次,徐尔维亚姐姐从阁楼经过的时候 就听见了破莱可西的父亲打他的声音 好像是破莱可西想买一本语法书 被他父亲果断地给拒绝了 他父亲不工作,只知道喝酒 所以,家里人常常要挨饿 可怜的破莱可西总是饿着肚子来学校上课 即使这样,我们也从来没有听到他说过一句抱怨父亲的话 他甚至从来就没有说过自己挨饿的事情 破莱可西的父亲偶尔也会来学校接他回家 破莱可西的脸色总是苍白的吓人 头发一直垂到眼睛上面 头顶上的帽子也总是歪戴着 每当破莱可西在街上撞见父亲的时候 他总是吓得浑身发抖 可怜的破莱可西 他不得不自己买回胶棒来修补自己心爱的本子 他不得不为了学习经常向同学借各种各样的书看 他不得不自己缝补衣服 他身上穿的是他父亲的衣服 由于上衣太长 他不得不把袖子弯到胳膊肘 裤子几乎要脱到地面上 脚上还穿着一双过大的不合脚的鞋子 尽管这样 破莱可西仍然十分努力地学习 我想 如果破莱可西不是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 如果他有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 那么他一定会是个优等生的 今天早晨上学的时候 我们发现破莱可西的脸上又多了一块伤痕 同学们都对他说 破莱可西不要再袒护你的父亲了 也不要再欺骗我们了 这些伤痕一定是你父亲弄的 对不对 你把这些事情告诉校长吧 他一定会为你主持公道的 破莱可西一听 气得涨红了脸 他怒气冲冲地说道 你们胡说 你们胡说 我父亲从来没有打过我 可是过了一会儿 我看见破莱可西趴在桌子上 肩膀还一耸一耸的 我知道他一定是哭了 可是当有同学喊他的时候 他就会立即擦干眼泪 换成一副面带微笑的表情来 可怜的破莱可西 明天 戴罗西和可莱蒂会来我家玩 我也想让破莱可西一起来 而且 我要和他一起吃可口的点心 还准备把书给他看 只要他乐意 他想要什么 我都要尽力地满足他 我还要在破莱可西的口袋里 装满水果 只要他能露出快乐的笑脸就行 啊 破莱可西 你是多么地善良 又是多么勇敢的孩子啊 我都要在破莱可西的口袋里